而在刺客山产业道路 六公里处则是发生了一起 汽车火警的意外 消防单位获报之后 立刻派出了人员车辆到现场来灌旧 将火势扑灭 小队长陈群成苏伟城部一线攻击火点 再由观音车队队员刘家豪中继 给下辆车接续灭火 直到把火势扑灭为止 2月28日上午10点04分 观音分队接货指挥中心派遣 表示刺客山产业道路上 有一台小发财车起火燃烧 那观音分队人员到达现场时 现场发财车车头已完全烧毁 驾驶表示开车于山路途中时 发现情犯有冒烟下车以后 车头即全面燃烧 那观音人员到达现场扑灭后 驾驶出估财务损失约6万元 消防员表示 驾驶开车途中发现车头有冒出黑烟 马上路边停车查看 瞬间起火车头全面燃烧 随即通报消防队 驾驶也表示 财务损失大约有6万元 记者高松双遇见采放波动